5月15号 辽宁省城市更新 继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博览会 城博会闭幕 近年来 我省立足辽宁城市特点 在工作机制 实施模式 政策措施 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上积极探索 挖掘出一批城市更新示范项目 努力依靠城市更新实现老工业基地绿色 转型 高质量发展 如何用科技更新现有的家居条件 沈阳燃气集团展出的这款物联网智慧燃气阀 只要加装在原有的老燃气阀门上就能实现远程监控 它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来监视阀门的状态 有没有泄漏 周围有没有温度升高 如何用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创新实现一个老城区的更新 复兴市在废弃老矿坑里建设赛道城 就是很好的案例 我们采用了EOD这种最新的创新模式 把顾费变成资源 把资源形成资本 然后用资本对于生态修复进行修复建设 辽宁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城镇化发展起步较早 城镇化率已达68.1%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.5个百分点 但部分城市存在着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 迫切需要更新转型升级 在我省 城市更新已有一些成功典范 比如沈阳市的圣经皇城综合保护利用项目 和一河两岸冰水文化区建设等 通过文化的繁荣和建构 让这个城市越加有它的品质 神府示范区从活化利用好已有资源解决城市问题 服务丰富市民生活的角度出发 梳理出七大类工程 谋划和推动城市更新行动 我们这是位于两个百万人口城市的中间 我们有很多工业的遗存 所以我们也想结合这个机遇 梳理出来有特点的城市更新项目 来去做一个全省的经验探索 目前我省也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条例 以制度创新做保障 开辟城市更新创新之路 点亮城市更新智慧之光 夯实城市更新为民之本 铸造城市更新文化之魂 本台报道 小环 典张 富飞 obs